刚才这么短的时间内 说了自己的女朋友十次单纯 是你认为别人单纯 你认为别人出去唱歌 发好朋友圈 朋友圈这边有男人就是有问题 你认为他愿意拿50块钱 给一个穿着很好装备的徒步旅游者 还要送人家就是单纯 你认为他出去 你不锁他的手机 他就会找别的男闺蜜就会出问题 这一切证明你 MVS 5月份是真的 也将他愿意夺负负负负责 他宝负负负责 一辈子的好闺蜜 好 谢谢 谢谢郭导 其实两个人都单纯 但为什么男生口口声声说 女生单纯 其实她说的不是单纯 她的潜台词是 我聪明 我能保护你 我能帮你尸铺旁边那些 对你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人 不就这意思吗 但其实不是聪明不聪明的事 我所看到的不是你比她聪明 我所看到的是 一个是勇敢 一个是懦弱 如果在认识她之前 她有前男友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她的闺蜜 你就很懦弱 你不敢示爱 第二 她身边有一些追求者 你不敢公平竞争 你不敢去面对这些所谓的情敌 这也是懦弱 第三 你要在父母的保护之下 回心雨 过一份你反反复复 所描述的稳定的工作 这是懦弱 你不敢跟他一样 去拼去闯 你懦弱 所以在生活当中 经常有一些口口声声说 我能保护你 我所做的一些都是怕你吃亏 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惭愧不惭愧 其实是你胆小 你害怕 你不敢跟情敌正面冲锋 你也不敢跟他一样去北上广闯 你不敢 你只会归缩在父母的羽翼之下 过那个所谓的稳定的生活 一辈子便是如此 当然那是你的选择 但你远远没有这个女生勇敢 但我所做的一切 不要说我所做的一切 我最讨厌说以爱之名说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所说的是善意的谎言 你说的是不是善意的谎言 你是不是为了他评判者是他 不是你 你不能说我送了一个东西给你 你看我这东西送的好吧 那得接受的人说 这东西真好 否则的话你是自己感动了自己 这个男生大概是 跟你的人生价值观是不一样 其实我不太相信你愿意去闯北上广 可能有一部分原因 但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逃离 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仅此而已 我相信如果是你真正爱着的男生的话 如果他不强迫你 可能你愿意跟他去到一个 那个男生愿意去的地方 但是现在人不对 所以前方目的也不对 今天是一定要分手 就这样 祝你恢复自由